我们来看一下数以101年这一题 这一题的答对率也很高 这里有两个二次式 它们有一个共同根 共同根为直数 文B为多少 也就是它们有一个一次英式的根 在看这一题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数以88年这一题 也是有一个共同的直数根 所以有兴趣做完的可以把这一题互相比较一下 这边的话 有一个共同直数根 其实我们知道 因为重点就在于这个15 因为这边如果可以分解 你要分成两个 你可以分成什么呢 X-1跟-15 可是这样就没有直数 所以我只能分成什么呢 A-3跟S-5 所以这个四字我只能分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 它有可能是什么 3也有可能是5 那我们就把它带回去 所以X等于3 带回这个四字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什么 9-3b加3b-1 哎 竟然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8 8 可是它不是0啊 所以这个东西3就不合 所以只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5 我们再来带进去 5带进去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25-5b 然后再加3b-1 然后再加3b-1 等于0 所以这样子就得到2b等于24 所以b就等于12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12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 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你要去看一次音试 这两个相乘当然就是一个常数项 其实连考再考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首相唯一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它 不要去背什么公司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比较系数的概念而已